有两个正在交往的国中男女同学 上礼拜六在家里面留下字条之后呢 就人不见了 双方家长找不到人急得报警 紧烧在云家大桥 发现一具疑似男国中生的服尸 接着又找到女同学的遗体 怀疑两个人有可能一起投合寻短 一见到女儿冰冷的遗体 妈妈瞬间崩溃痛哭 心揪成一团 因为要等宝贝女儿回家的心愿 再也无法实现 同学相勇痛哭 不敢置信相处 快三年的好同学会离开大家 失踪的国三女学生 她和同校国二的男同学正在交往 上星期六在家中留下字条后 双方就失去音讯 女生三年级了 她也在两个礼拜就要参加会考 所以她的家长也不希望 她这段时间 再把心思放在交友方面 所以大概有出演也禁止她们 希望她们不要再交往下去 景霄现在云家大桥上游 一公里处发现一具男性浮屍 怀疑是失踪男学生 接着又在两公里外 发现女学生的浮屍 警方怀疑两人一起投合寻短 正在深入追查 记者许家师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